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情妇十年来不离不弃 而且是不图名分 也不图钱财 就这样陪李孟燕在政坛一路的浮沉 不过就在李孟燕他要容身周通部长之后 那就开始冷落对方了 最终直接使乱中气 网友说前有陈宗燕现在又保出李孟燕 不过比起来这要求条件好 而且要求没有刺青的陈宗燕 其实李孟燕已经算是比较专情的那一位了 好 在民进党投射世界可以说是洋洋洒洒 还记得吗 绿尾赵天龄还出轨陆籍小三 也是长达十年的时间 更别说了 就王碧盛竟然在疫情期间 翘班去陪小三 事后他还是照样高升防疫指挥官 古拉斯和南随护爆出了不伦恋 事后还硬扯是南随护自己多情啦 吃药梦游 更不要说陈宗燕接受了酒店 这个信招待超过十次了 而且他要求很多 要求女陪时要品质优的 而且要没有刺青 立文 怎么民进党高官每一个都这么险啊 笑到讲不出话来啦 我怎么办啊 我真的是上阶段要评论柯文哲民众党 我已经无言以对 我这一段要拼民进党 我真的是更是无言以对啊 这已经是我们那个节目篇幅有限 刚刚主持人也不过是随便举了几个例子而已 真的要把民进党这一笔的烂账全部讲完 我们节目时间也是不够啊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们先别讲民进党别的了好了 赖清德在台南市这个市政府很恐怖耶 你的这些重要的一级主管们 都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啊 要不然就是外遇 要不然就是性招待 我的天啊 你这个赖清德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呢 还有在你任内培养出来的这个黑金 你是怎么干的这台南市长啊 太恐怖了吧 那你现在到了中央了 那么全台湾通通要变成这副德性吗 那民进党真的是很奇怪 这对你们来讲 就完全不是一条道德红线吗 如果连自己的感情都没有办法处理好 如果连自己的家务税都是一笔烂账 如果就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渣男 就是一个毫无忠诚度可言 讲话完全不可信的感情骗子 那我们在政务上面 在国家大事上面 可见一般就不可能是个光明磊落的君子嘛 并不是说今天二十一世纪了 还要你 对不对 这个一定要长相厮守 那你移情别恋了也好 你有外遇也好 你就诚实地跟你的原配讲啊 你诚诚实实地面对这段感情 结束了以后再去你下一段感情嘛 你永远都是这种偷鸡摸狗 全部是这样的一群鸡鸡鸡摸狗之徒 卑鄙无耻之徒 那你认为他在处理国家大政的时候 在处理市政的时候 他就会是一个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奉公守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我们的一级主管政务人员 有这样的要求嘛 不然的话这本来是他的家务事啊 就像民进党讲的王碧胜啊 他爱几个小三是他家的事 只要他不影响公务就好了 什么时候我们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就是台湾的道德标准了吗 好像不是吧 应该大部分的国人没办法接受 没办法支持吧 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 你欺骗这个你欺骗那个 而且男男女女啊 你这边还露了那个王定宇 露了那个王八千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族繁不及被宰 民进党应该多定一个党规吧 就不能够约束这样的一个行为吗 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范云到哪里去了 所以这跟性别平等没有关系吗 这跟性别正义没有关系吗 那你们党的这个性别委员会也好 妇女不远好 通通都是设假的嘛 我觉得啊 像这样子的这种 这种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政党文化 我认为 因为它不是一个个案 它是一个普遍 而且它你看 光是赖清德的台南市政府 就这么的集中 所以啊 你就是跟柯文哲一样瞎了眼吗 世人不明 用人不当吗 好 今天李孟宴火速请辞了 不过还在等上层的批准 不过我们看到前有王必胜的例子 不管是婚外情 搞小三 他还是可以继续容身 大家都在问 那民进党没有道德横线吗 师承 没有 对不起啊 立委 你刚帮民党出了个难题 如果定一个党规说 如果私生活不检点的人 不可以担任政务官 我怕他找不到人 这真的找不到人 记得还有丁允公 丁允公当 他后来当总统发言人 后来迅速请辞为什么 当高雄市局长的时候 不只跟多名女人发生什么事情 甚至跟我们同业 在他这个新闻局长的办公室的桌上 做那个事情 他是性骚扰 他更恶劣 他根本是性骚扰 对啊 他前阵子写脸说 那个不辣死等等 我跟你讲 这是一种文化 我不能说所有人都发生 可是他们觉得这没什么 所以难怪有性骚扰 可以当国策顾问 是啊 立委我跟你讲 这没什么 本党此类之人都是 很多人都升官了 包括王毕胜在内 在开记者会之前 去跟小三 然后小三弄完以后 然后再去开记者会 所以叫做时间管理大事 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 李宗燕 怎么都爆出来了 请卓榮泰院长 在用下一个交通部长之前 查一下他的身家百代 你怎么知道他会把他请职掉 不要职 不要职 不管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下一个 比如说找郑思成 郑思成又有小三干嘛 你就麻烦了 最好是把身家都调查清楚 反正你用人不是为财 是我跟我熟的我就用 对不对 只要他的身家干净 都没有关系 这就是我们目前最基本的要求 立委 很简单 下一个不要乱搞就行了 其他你的能力各方面 你们家的事情 反正你用人就是这个 跟我好的人就好 是不是 至于是不是交通常才什么的 对卓榮泰 最赖清德来讲 一点都不重要 照理来说 国阵千头万绪 中央官员有很多的重大政策要推动 孝芳老师 怎么民进党的官员这么闲 不是占九家就是杨小三 搞不忍 民党官员真的有这么闲吗 是 他们也没那么闲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整个民进党把台湾 带到腐败 腐烂的一个境界里面去了 那我们来看看 这是发生在台南 这是台南是一个个案 或是一些民进党执政后 普遍的一个通案 这个才是我们注意来看看 台南是桃花头斗开之外 变变八十八枪 各位还记得吧 卢渣的案子 是吧 力能的 那个光伏的案子 金钱的案子 贪污的案子 慧贤的案子 通通都在赖清德的险区里 那只是他这边集大城 其他集小城而已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忙 不只是忙于投资 他们忙于捞钱 忙于搞金钱挂钩 蓝帮一把黑金挂钩 就以台南市的议长选举 这几届来 哪一件没有问题 哪一件没有送上法院 这什么时候 民进党所有当时 在修理国民党的 每一件事先拉他自己 都发生在这里 好 那为什么 我们想一想 他们敢如此的胡作非为 什么时间不时间 对他们讲不重要 为什么敢胡作非为 因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 整个的舆论界也好 是党同华裔 这种事情发生在别的党 那就是最不可思 发生在这个党 就轻描淡写 然后上面 上面还有人照 所以完毕生 不但是外裔的 而且还生子 还包括孩子给你看 没事 这个既然他没事 既然他可以 那为什么 我不可以 为什么我不可以 为什么我不可以 是吧 所以 赖清德一定要想清楚 假如在蔡英文的时代里 我们必胜 这样的做法是被攻击的 在你的任内里 你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 否则台湾面对这个事情 大家永远就有立场 没有是非 永远就有原事 没有对错 所以台南 赖清德 你现在所做出来的 这些凌凌囊囊的一大堆事情 来告诉我们 怎么可能把政务给做好 住大国如烹小鲜 这一个台南是都搞不好了 台湾你怎么会搞得好 搞不好 他们有没有空的时间 我不知道 但是他们真的很忙 在忙什么 桃花都躲开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